免疫藥有點複雜 大家被免疫藥這個東西 大家被搞定掉 免疫藥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東西 免疫藥是一個很大的東西就是說 我們有所謂的先天免疫跟後天免疫 那我們的免疫系統就是 我們要來殺死我們入侵的細胞 入侵的病毒 那我們免疫也可以殺死我們的癌細胞 它是一個相對的複雜的東西 所以我們整個免疫系統的調控的話 有所謂的素塗細胞 我們的淋巴結的這些免疫的系統 來放這些所謂的Kill T-cell 或是自然殺手細胞或B細胞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會幫助我們來殺我們的外來的細菌 外來的病毒 外來的這些癌細胞 我這樣簡單大家就會比較清楚 但是我們現在免疫的療法就是說 我能不能產出單株的抗體 或是我們所謂的免疫檢查點的抑制劑 或是現在大家吵得很厲害的細胞治療 或是所謂的癌症疫苗 我們來對抗我們的癌細胞 這個都是我們現在的免疫療法 但是現在大家比較在 現在市面在講的其實是在講這個東西 其實是在講這個免疫檢查點的抑制劑 所謂的細胞治療除了KaT以外 其他的現在的細胞治療 我跟各位報告 當然這個細胞治療是每個醫院 所有的全世界都在發展的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但是現在細胞治療在大部分的癌症 都是只是處於在研究的階段 還沒有很明確的有它的效果 所以各位大概這個慣例要很集中 當然癌症疫苗也是大家發展的 是不是說像我舉例來講 其實我們的子宮頸癌就是有個癌症疫苗 我們的膝肝、我們的鼻肝 其實也就是一個癌症疫苗 但是肺癌症疫苗 目前這個癌症疫苗也是相好而已 還沒有達到很完整的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來講 現在我們大家在用的都是指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意思是說 我們本身的免疫系統會去殺我們的癌細胞 但是我們的癌細胞也不是這麼簡單 又讓你會殺死 所以它會分泌一些東西 來讓我們的免疫系統去 記號去消失或者是隱藏 讓我們的免疫系統 沒辦法去殺我們的癌細胞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要把 然後當 當我們要把我們的這個 免疫細胞要去殺癌細胞的這個東西 怎樣把它打破掉 讓我們的免疫細胞可以再去殺我們的癌細胞 所以打破掉了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免疫檢查檢疫伏劑 所以現在我們所謂的免疫藥物就是指這個東西 就是只有指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當然主要的是 根據我們所謂有一個 有一個複雜的整個我們的免疫的系統 很多的不同的 不同的位點 然後其中最有名的 所以現在比較長的就是一個叫做CTLA-4跟PD-1 PD-1這個兩個位點 當然在整個PD-1裡面 在整個FIRE裡面還是一個比較 比較有客觀真實的數據在用的 CTLA-4的這個藥在整個FIRE裡面其實 證據上就會稍微微微弱一點 就是說 我把 原來我們免疫藥物 藥器對抗 我們免疫系統藥器對抗我的癌細胞 被我的癌細胞剝殼剝殼掉之後 我把這個它的剝殼器再把它打破掉 讓我的免疫細胞可以再去對我們的癌細胞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等於是我用我的藥物把我的免疫系統活化之後 來殺我的癌細胞 這個活化還是我自己的 還是我身上的地方 所以相對的一些毒性上面 就不會像化的這麼嚴重 但是要記得一點就是 大概會有大概小於5%的病人 因為我活化了我的免疫細胞 其實就等於是活化了我的全身的免疫細胞 其實會讓我整個免疫系統活化 所以會讓我們整個免疫系統的 有些相對的負重會產生 像甲臟腺風暴啦 還有一些腎臟腺素的風暴這些東西 其實都有可能 那這個比例非常低啦 大概3% 但是我們現在處理這個 負重經驗越來越多 其實我們比較不會在乎這個東西 所以整個有兩個重要的東西 CTLA4跟PDOPI 然後現在大家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急速檔 急速檔大概是大概用的最多的 當然保肌膚啦還有癌滋癒 這個其實都有採用 包括一靈癌這個也有採用 現在一靈癌就是有用在 我們不能開刀完的三期的病人 給他做補助的治療 就是效果你是可以維持到四年多 當然這個細節上面的 大概我就會講得更清楚 那細胞治療我講過 只有卡提是有證據的 而且卡提這個是幾乎是KQ而已 那是對什麼 只要是對一些 對一些那個像那個淋巴癌 血液的癌 比較有用 還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技術非常難 醫師聽說要疫情 而且台灣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技術 做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不是對大部分 只有對一兩個癌有效 對大部分的癌還是沒有意義的 還是沒有意義 所以這個細胞治療 當然更多的細胞治療的角色以後 我想更多會再展示 謝謝